首先要問一個問題是 究竟還有沒有佔中在這兩個月正改通過之前或之後 有沒有打算計劃、傾斜、醞釀 你意思是表決嗎? 我這個星期很多人在正改公布之後 第一時間問我的問題 都不是問你怎麼看那方案 第一時間問你們還知道嗎? 怎麼看就不用問 對學問思考來說 我們現階段未有計劃發起佔領 但官乎現在社會氣氛 我會覺得會不會再有街頭抗爭 當然那種抗爭是佔領、堵路、和平的示威遊行集會 我們還不知道 但會有什麼大規模或程度去到什麼抗爭 真是好視乎會不會有泛民的議員轉態去轉頭贊成票 如果泛民的議員轉頭贊成票的話 我相信官乎生社會的民情或民怨的確會再有新一輪的抗爭 即你的判斷在表決之前應該風平浪靜沒什麼的 如果在表決那一刻發覺有人轉態 或者在表決前有人公開或轉態 那就會有反應了 所以其實表決前和表決那一星期內 其實就是最關鍵的時候 因為正所謂政治一天都嚴長 民主黨上次不論你支持他也好 反對他也好 他得過是在投票前三天才轉立場 所以我會覺得即使現在基本上是湯家驊說三日一聯處 五日一記招 泛民會重新他的立場 但其實正改表決過程中的一個禮拜或表決前兩三天 就是一個禮拜才是關鍵所致 可以說今次是針對泛民多過針對政府 我想可以這樣說 因為如果正改方法是否決的話 其實的確比較多就是可能是侵入雨傘運動的市民 甚至你說比較激進的市民 都會覺得這個是我們能夠達到的初階段的目標 即是怎樣都是否決了他好就通過他 那麼具體的原因之後再說 如果真的有泛民轉態 那你們的指標是要轉態令到他過得到才有行動 或是只要一兩個人表態 說會轉態就算過不了也會有這樣的行動 老實說我會覺得要是三個或以上的法民要是轉態 不會出現有一兩個轉頭贊成票 但轉頭贊成票 正改方法是過不了 那轉頭來轉場來做甚麼 那學民思潮會不會做一個大令的角色 真的有泛民轉態的角色 學民思潮現階段沒有計劃去組織任何的佔領行動 但如果你說到時候會有佔領行動發生 學民思潮會有甚麼新委 是會怎樣去參與其中 這個真的要有待討論 會從未有關 Ric想是否可責任何批子 會變成ina 沒有故障礙 注意討論